在蒋万安复录谈这些事 媒体人示范兰执政两岸交流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复录参加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在30日开幕式喊出双城好、两岸好 引发两岸关系和缓的讨论 媒体人引买经认为 蒋万安在双城论坛的谈话举例都很好 包括前国防部长于大为与823炮战、松户会战等等 解决抗战史观等争议 也提醒两岸紧张的危险 可说是在示范明年 若是国民党侯友宜当选总统 两岸的交流马上就能有序开展 他也提到 蒋万安最无敌的是比出爱心的手势 能吸引不少大陆讲迷 引买经31日在政论节目《绍康战情势》表示 对大陆来说 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是上上之选 蒋万安在双城论坛就是在示范 若明年是侯友宜当选 两岸的风险可以立刻降低 所有的交流在520就职之后就可以顺序开展 但引买经也提到 在中美斗争情势不改变的情形之下 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统一或是未来融合的路都会越拖越远 反而是民进党赖清德当选 大陆就比较容易对台湾出手 从1月13日宣布赖清德当选到5月就职 大陆就不会再等待 经济断流 军事施压都会陆续发生 引买经指出 蒋万安此次访问上海 入媒都是大篇幅报道 过去蒋介石被毛泽东从大陆打到台湾 如今蒋介石的曾孙 以台北市长的身份到上海 光是这个身份的他就无敌了 引买经也说 蒋万安的谈话很好 举例也很好 包括提到搜护战役是国军打低 解决了抗战史关的问题 提到蒋瑞水的台湾文化协会 是不愿接受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民族觉醒文化运动 也解决了从过去李登辉时代 到现在赖清德莫名其妙的恋直 恋狱情绪 因买经提到 蒋万安还有提到前国防部长于大为 以及现代文学的祖师奶奶张爱玲 于大为在823号战时守在金门第一线 就是在告诉大家 两岸若再回到对立的状况会有多危险 而张爱玲是上海人 但书籍是在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 台北就变成散布华人文化最好的地方 引买经补充说 蒋万安最无敌的地方 是比出一个大爱心的动作 过去大陆有马迷前总统马英九的粉丝 现在就是讲迷时代的来临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